今天就想跟大家讲讲究竟这个第十二代 虽然我们已经有一些分数 在PCM的网站上其实早两天就已经公布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之前如果看过 其实都已经看到那个效能究竟去到多高 但是今天我们看了原来有些报价出来 其实都挺有趣的 所以我们就想今天就趁着用一个Gadual Live的时间 就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还有就是再简介一下 就是究竟整个十二代的处理器的performance 相对十一代或者相对AMD 究竟它们的分别去到哪 首先我讲讲今天看到一些Quotation 同事麻烦去一去三号机 是的 那么就好等等 出到来了 好 有一个Quotation 这个就是金统 有几个的 这个就是第一个想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这间铺铛 大家如果有玩电脑都知道是哪间 那就是这间铺铛 那就是砌一个十二代的i9 12900K处理器 那其实煲出来的价格 都要三万块一部机 那算高价了 那但是你就会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说其实这次十二代的机 或者板整个套装 其实价差会很大出入的 那原因就是主机板 记忆体 其实那个价钱都相对 旧的十一代 就相差价差的幅度 相差很远 譬如说现在这部机30599 那它现在下的主机板 就是我手头这一只 是华石的ROG Visimum的Z690 那这一张就是最贵的Extreme 那现在它quotation那一张就是Hero Hero就便宜一点点的版本 那但是现在我如果你看 这一张Extreme的版本 讲的只是一块板 是讲的八千九百九十元 就是差不多九千元 那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那当然它里面支援的机体 就会比较特别的 它这一只就是 DDR5的版本 那会比较贵一点 那其实呢 这次呢 如果你下这个十二代的砌机 那其实你就会看到 有些底板是下DDR5的 有些底板是下DDR4的 那时候要留意 买的时候真的要 买的时候要很留意 因为原因就是说其实对那个 Performance 的影响是相当之大的 可以调回到大画面 去到个quotation那里 那因为如果下DDR5 而去到双16GB 其实那个价钱会很贵的 那所以你现在看到 现在你这张quotation 就会下了一个 在机体那里 你会留意它是用着一个 16GB的一条DDR5 那就是当然啦 行星高channel 其实对那个 Performance 本身是有大大折扣的 那其实我们自己都会试过 如果是一个星高channel的 DDR5 其实有机会是 比Dualchannel的DDR4 那所以呢 这个config 如果你真的要发挥到 这整套机的效能 我相信你是要再加钱 就是买多一条 或者砌的时候 就加钱 换够两条16GB 就是total32GB 这样就去 是的 那这个价钱就会再贵一点 因为如果同样容量的 DDR5的机体 其实它现在报出来的价格 首先DDR5 就市场上面不多先啦 第二样东西 DDR5 就是16GB一条的 就是现在我们手头这些 那基本上它是没有8GB一条的 那它只是有16GB一条的版本而已 那所以如果你是买一批DDR5 Dualchannel的 那其实已经是32GB的RAM 是的 那就 表面上看来 其实分别又不是很大的 这样 是的 但是呢 就是这个价钱呢 大约就是DDR4的1.5倍 那就是你要预多给多50% 那而主机板也是贵一点的 那所以就整套机的价差会很大 是的 好 那如果你看回 你等我设定显示器先啦 Dubricate会好些 方便些 好 好 那如果你去看一些便宜一点的i9版 其实也都会有些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都是i912900K 那如果是用一些便宜一点的底板 那譬如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也就2800多 那这个主要分别就是底板的牌子不同了 是的 那就会便宜一点 但是呢 亦都是一条16GB的报价来的 这个要大家要留意一下 是的 那如果我想砌32GB会有没有呢 其实也有的 比如这个微星底板 那其实它就会便宜了底板 那就会用一个32GB的DDR5 那这套的套装就比较特别的 因为它大部分的套件 都是用Cortshare的馅子的 比如它的机体 SSD、火牛、机箱 散热、Keyboard、Mouse 都是Cortshare的 那如果有些人喜欢品牌香的 那其实就是可以考虑这个 那底板就会用微星底板 但是因为底板便宜了 它可以做到32GB的机体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砌 或者买12代的电脑 都要留意一下 虽然它报价都要到30万元 那就是说TOP的i9 但是呢 机身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是不是齐了呢 其实有机会就是 你拿着3万元出来 但是都还没得的 还没齐的 那你可能要再加钱 那至于其他有个朋友 譬如我今早跟朋友分享过 这几个词 那有些人就说 喂 还用2TB 硬碟会不会类似啊 或者是慢啊 那其实就我觉得 拖回硬碟正常的 因为始终有些 Storage 有些Data 其实你不需要一个很高 performance 真的要放一些Data在那儿的时候 用回硬碟就会真是划算一些 那真是快的 你会放回SSD 那当然你SSD 1T 还是2T 就你自己视乎你自己需要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装多几个游戏的 有机会就真的要2T 那如果你说你的电脑 咦我可能都是 两至三个游戏 就是可能两个起三个纸 那1T 都可以的 但是不是哦 我可能几个游戏 五六个游戏 我同时在玩 我不划算的那些Data 那其实1T SSD 放在游戏 其实都未必够 不够啊 不够啊 还要看一下你那只游戏 有没有多加游戏 是啊 多不多加游戏 多加游戏 你放在一只2T 慢碟那里都很惨的 是啊 那所以就 是不是有些 观音投诉把脚呢 我觉得还没算的 其实大部分的都是OK的 但是只不过就是说 当大家 通常都是的了 你出去买套机 那些这个项目的就是上车的项目 上车的颜色 如果你说我真的要 就是说真的,三万元都没办法 就是可能你要去到三万五元左右 那才是一个叫做完美的i9的电脑 其实是贵的 是十二代这次真的换了很多 真的贵,还有十二代 因为正当,其实今年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有玩开DIY,其实今年有很多部分 都是缺货的,或者是当炒的 就是无论是底板,无论是显示卡 甚至乎是火牛也好 火牛在旁边 是的,就是厂商或者代理商都做很多动作 就是一来货是短缺,这个是事实 第二样东西亦都,厂商因为货源短缺 或者他们的零组件短缺 其实他们会倾向做一些再加了东西 就是令到价钱卖得更加贵的产品 就是举例可能一只火牛那样,或者旁边一只 刚刚我画面看不完 好了,这个M2000 这个是2000火的火牛 其实过往,如果我们讲砌电脑 就是用到1000,或者1200,1300火 其实已经很尽了 就是我记得一早一两年,你下去老墙 买一只火牛,1300火,Top的了 但是今时今日是去到2000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其实如果你砌到i9 你看到现在,因为i9本身是吃电的 那可能有机会给他预300火去行 当然他不是maximum,每次用着300火 但是maximum你预到300火 另外也都要预个显示卡 譬如你说3080,可能你要预到一只350火 整只火牛最少要650火 只是CPU和显示卡 未计底板,烟升,散热器,或者机体 其实850火或者至1000火的水平 是一个安全的水平 但如果你要再加东西,或者我要再超频 其实1000火的火牛在i9下面 这次12代似乎就有些砖颈的 如果你要再预松一点 所以厂商也出些2000火 当然价钱也是成正比的 再贵一些 如果你说我要再下这些牛 那你部机会再加钱上去 那可能加一下加一下 连加一个散热好一些的机箱 那讲的价钱可能是3万5元 甚至去到4万元 都会砌多部机出来的 不是天荒夜谭 所以十二代的消费暂时来说 如果你只是玩i9都挺贵的 当然是封剑游人的 除了i9之外都会有些便宜一点的 譬如说i7 去一下画面 譬如一些Core i7的机器 12700 等一会我会再跟大家讲一下表演的 所以就不要先听着 通常i7就会搭回 Z690的底板的DDR4 version 就会比较合理一些 因为你不用每次推到最快的Performance 这一部机就会落了DDR4的32GB 整个价钱就会合理一点点 但你说它是不是贵呢? 其实是贵的 因为以往可能给接近两万元 你都已经可以砌到差不多很高的机器 但现在其实都是在砌一部i7 加3070 不算是一个很高的颜色 你看i5就更加离谱 每天以往i5就是一些便宜中价器 说的都是七八千元万头 但其实如果现在的i5 你要砌一部12代的i5 说的都要去到万中的了 其实都是贵的 以i5 当然你会看它i5的Performance 究竟等同以往的其他 稍后我们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先跟大家讲一下今次的价钱 其实砌机的价钱都相当之高 以今时今日砌12代的成本 晶片短缺 是啊短缺 看回你的用途 是不是真的要去到这么厉害 因为通常玩砌机 当然有些人会说 我打机的 我可能要部好一点的电脑 但是是不是要去到 万元入门 三万元 叫做top spec 大家视乎你的财力和你考虑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真的剪片 譬如上个星期出了MacBook Pro 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 都是倾向打爆MacBook Pro 就是说27000、28000 去到32GB RAM 甚至乎14GB RAM 的M1 Max 其他朋友都会问 是不是真的下下买部电脑 要去到27000、28000 好了 今时今日 你吸回来看电脑 PC这边 其实都是不贵的 就看回你的用途 如果你说我除了打机 我真的要做一些压片 剪片的工作 其实你买一部效率 快点的电脑 我想两万多元 现在是必须的 基本的 整体整个 价钱的定位 真的拉高了上去 在最近这一年半载 其实是贵了很多 视乎你自己的需要 当然市面上仍然有些七八千元的设计 或者五六千元的设计 但是那些可能你会觉得 不是很够用 因为现在最惨的是电脑 我们看它的效能 和大家做事的要求 落差会很大 很多人可能我做文书机 或者我上网 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其实是一部很普通的电脑 你做得到 可能是几千元 但是当你一拉到上去 可能要做4K 8K剪片 其实会拉到一部机很高 不是说中间做不到 而只不过就是 如果你工作很大 或者你不想花太多时间 去做一些运算 Render的工作 那其实可能你就会 投资一部快一点的电脑 去做那个压片 或者是做Encode的工作 那不是说中间的机 剪不到片的 一样剪到的 只不过中间可能 等待的时间会多一些 比如可能你一条 两个小时的4K片 平时可能你电脑 不是很快 可能等三四个小时 或者等通宵 那现在可能你会压缩了 50% 那可能 有些人就会计工时 原来我做一个工作多少钱 那我每个工作 省回两个小时 那可能多久之后 那部电脑就会回本 有些production house 是会这样计的 那如果你是个人用法 就我觉得 就是看荷包 实力为主 就不要说算到那么准 好 那这个就 今天看到的 价钱上面的分享 那现在就说一说 简略 说一说 整个十二代 如果我们说完 都 几多东西 哈哈 几多东西 是的 那我们很简单 说一说 究竟这个十二代 究竟有什么特别 好 去回那个 交换画面 其实今次intel 首先率先放在街上的十二代的处理器 就公布了有六款的 那 有分i9 i7和i5 各自是有k和kf的版本 分别就是k有gpu kf就没有gpu k有得超 kf都有一超 两者都有一超 k就代表有得超 是的 多了f 里面有graphic f就没有graphic 是的 没有graphic 那不要graphic 好过啦 我相信 那些机器没有理由用intelgraphic 你都会用外置的显示卡 但是似乎 kf版本是难买一点的 就是一般香港卖到都是k版的 就是刚才如果你看到那个quotation 那几款都是k版 就不是kf 大家都集中卖k的 是的 集中卖k 不是大家卖 有得卖我相信大家会买kf 但是卖的那些是 我想k版的量会多很多 所以市面上是比较容易卖到k版 就有i9的12900k i7的12700k 和i5的12600k 那今次分别在于 就是它那个晶片 就是那个核心的组合 会有点不同 那就 好 再给大家一张图 看看 下面是绿色的 是的 这张 以往我们讲的 CPU 多少个core 多少个core 都好 其实就是 多少个一样的core 八核心 十六分 或者四核心 但是 其实可能 我想最近这一两年 大家都是很考虑 一样东西就是说 其实怎么样去提升 那个处理器的运算能力 或者 运算能力 除了是讲 CPU的performance 之外 其实都是有 performance per walk 的计法 就是说 用多少电 在 省电的 效能之余 效能 去到多少 所以 无论是Apple那边 就是M1 我想去年发表M1的时候 或者今次intel 十二代都好 他们都强调就是说 一个处理器里面 除了是有一个快的核心之外 其实也是可以同时提供一些叫做Efficiency的核心给你 当你做一些没有那么要求高 或者是文书 或者是上网 那他的时候 他就会去到这些叫做Efficiency的 在intel叫做Ecore的位置 他给你做一些平时普通的东西 当电脑接收到他要做一些比较复杂大量的运算的时候 就会做了个performance core 给你 让你去做一些高运算效能的东西 其实无论Apple的M1都好 或者今次intel的core都好 都是用了这一种这样的计算方法 所以你会看回刚才那张照片 就是说 那个处理器的数目 是会多了很多的 比上一代 比如 以往可能是i-chart 是8核心 其实他现在说 比如i-chart 是8加4 12 虽然他叫做12核心 但是他就不是12个同一样的核心 是8个performance的核心 加4个Efficiency的核心 那变了就是说 其实他那个 如果大家有以往考虑的CPU Core 就是说 这次的计算方法 就会有少少不同 就不是说 你纯粹看 core 大了 多了 而是你看看他 怎样去摆 不同的core 去做不同的performance 因为在这种组合之下 现在就有6个的处理器 但是其实跟着他就会有多 如果整个12代的roadmap 是会有60款处理器出来的 即不同的package 一路出一路出 当然再后就会包括这个desktop notebook 整个roadmap 12代是有60款处理器 现在只是出了6款 所以未来你会见到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买upcoming 可能明年你会换desktop 或者换notebook 随着不同型号再出来的时候 你看那张quotation 可能那个number 就是处理器的number 未必告诉你 其实你是在用一个什么的处理器 你有机会你要看后面 即他的解说 究竟那个处理器 是不是你心目中想要的那一路 那就跟之前 可能十一代 十代 那个看法 就会更加是复杂了 那今次也都 除了处理器的核心 那个设计不同了之外 那今次也都是会 包括支援到DDR5 和DDR4 两种机体 那两种机体都可以 落下去 处理器用到 但是用到什么机体 就好看你买块什么的底板 那就 如果你买一块 是比较high-end的底板 它是落DDR5 那你就要配回DDR5的RAM 那如果你说 那块底板是DDR4 那你配回DDR4的RAM 不要买错 那基本上 无论i9 i7 i5 都可以用到DDR5 或者DDR4 那就视乎你 底板的选择 好 好 那就 讲讲那个效能 效能 效能我就不用官方 因为官方都是 那 那就 看看那粒处理器先 那我看这个 现在来这里 对了 因为我们手头 就有i5和i9 看到吗 对了 其实你会见到 它那个 那 那个 晶片 面积 比以往大了 都挺多的 我想大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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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四分一 左右 相对没那么反抗 但是都是BJ封装 插脚都在手底板那里 这部分就是一样 但是W也大了一点 相对配的起升也会有分别 开一块底板给大家看一下 拉弯那边 好 这块华锡最extreme的这块板 都挺坠手下的 这块多少钱? 8000?7000? 这块9000? 对了 以前很难想像的这个价 手感极重的这块板 这块板会比较特别一点 是的 应该有OLED 它是有两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是的 是的 它有两 四条规律槽 这块板是漂亮的 譬如之前我们插的 COATA 或者其他砧板那些位置 其实它就会做完很漂亮的扫插 在旁边这个位置 是的 如果你插线的时候 那些线就不用直接 90度插在底板上面 如果你想 show off你那个透明玻璃 case 那这个就会做好漂亮很多 但是如果它跑横出一些针 你的壳子要大一点 如果不然 你要预计这个位置 因为以前是很常的 这里后面应该还有一个位置 要很多位置 正常机箱这个位置 是还有一个位置 可以给你插回 另外就是 它这里有一个按键 这里有一个按键 大家留意这里 这里有一个按键 这个就是新的设计 很厉害的 如果你那个电脑 是扣了显示卡 很多时候现在的长卡 会很厚的 其实你是按不到 PCIe这个锁 一插出来 是阻碎的 是吧 因为现在的卡很长 而且很厚的 是Dills锁的厚度 其实都遮了 它就用这个按键 2.7 2.8 去解释 如果你扣了设计卡 这里 现在我没有设计卡 其实这里是动动的 但是你有设计卡的时候 你一按键 你按这个按键 它就会解释 这个就很方便你整天换卡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按键 平时你这个 你要 硬塞着手指 塞着手指其实都很难 很难 有时可能你要起一块板 才用螺丝匹按到这个位置 是比较大工程的 现在有水冷很难搞 是很难搞的 所以这块就有这些功能 当然这些LED显示 这个位置 可以穿这个信仰之眼的logo 这些型的东西 当然有在这里 你说块板是贵的 老实说9000块板 但是它都做足一些 我想包装上或者外形上的东西 都有这些value在这里 当然performance 超频里面都会有 说回给大家听这些分别 因为对整个 整个机的价钱 影响都很大 好 那 这一盒intel就没有 这一盒是它 它那个press kit 那个盒 是的 那说完这一块 这一块我未开过 我可能看开不开了 给大家看看 先 放好些位置 因为重 这一块 这一块就简单些 没有刚才那些重型的装置 这一块 这一块都会有 PCIe的装置 是的 都可以介绍到 但是这里就没有 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金属的罩罩 罩着所有所调位 那刚才就有的 那这个就少一点 那这个就平价 再加一点的版本 那其实华石 这次都有 我们知道的 都要起码最少 三至四个版本的 Z690 是的 那就是 看回你自己的 那个需要 和那个兴趣 究竟玩到 玩到 挺 挺 两款都找一些散热片 围着的CPU 是啊 还有因为都真的 挺热的 十二代 如果你是说的 i7i9 是啊 还有你想一下 它那个围着的那个位置 其实那个正方形 都比较大的 就是再看看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面积都挺大 其实这个位置中间 就是被你嵌下去的热升 那你可想来知道 那个热升其实是挺大 很大 你看看 那四个罗斯洞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散热这个位置 已经是展示了给你看 大半只手掌 是啊 就是这么大的 就是 就是来到这里 那当然 多高就视乎你下什么风扇 或者是 是不是水冷 但是 那个 热升的范围 是大的 是的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如果下小箱 我想都挺检手 很难小箱 看个款 就是如果将来有些小箱 或者 有些 Micro ATX 甚至乎 ITX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出不出不出到ITX 成问题 就是很迫 整件事 就是现在有的 有些ITX 虽然 下块板是小板 但其实它预留的空间 是很大的 都可以下大的 热升的 或者是水冷的 但是 不是以往我们砌ITX 那种想法 就是以往砌ITX 我们是想有一部 最slim 最薄的 现在就未必是 它的机箱 可能跟 ATX 或者miniATX 差不多大 好 但是里面就是 下ITX 是的 因为那个热升 小不了 是 好 那 就 给一些 Performance 大家看一下 可以讲一下 是的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试到 i5 是的 就是 手头 包住这一粒 i5 大家在画面上 看到一样 是的 那无论i5好 i9好 那你会看到 里面那个 处理器呢 其实它的速度 是不一样的 是的 那就不是说 以往 平均 每一粒处理器 是一样速度的 那它这次就不是的 你会见到 它有些是 4.5G 有些是 3.6G 那分布在 不同的 Core 上面 这个就是 Performance P Core 和E Core 的分别 那 这个处理器 如果 i5 这一粒 就已经是 125 火 那 都 大大 的 系统性能 呢 如果大家看到 下面 绿色的表 下面 绿色的表 其实我们 为什么刚才会说到 i5 都不是那么差 其实 你如果有看 这个表 那我们就会有 i5的12代 12600K 那我们分别试了 DDR4 DDR5 那 i9的12900K 那 i9我们就只做了DDR5 是的 那另外就相比 就是 Core i5 111 1600K Core i9 11900K 和 AMD Ryzen 5900X 就是AMD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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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 那在 那 pcmART上面 你会看到 那个分别 其实在 i9 甚至乎 即今次整体 整个12代 这个 performance 跳升得都挺重要的 譬如你讲这个 i9 12900K Overall 的 scores 就是 11820 比起这个 Ryzen 5900 就快大约 10% 又多 但是最特别的一样东西 大家就是留意这个 Core i5 的 12 代 其实这个 Core i5 的 12 代 它出来的分数 其实已经很接近 甚至乎如果你落 DDR5 的时候 甚至乎是会比 11 代 Core i9 的 如果大家是在 Core i5 的 12 代 是的 是比 Core i9 的 11 代 如果用 DDR5 如果用 DDR4 其实是接近的 接近的 即今天你买的 10 代 例如我刚才看了 Code i5 的 desktop 12 代砌出来 14800 了 15000 了 但是其实呢 原来你买了这部机 它的 performance 是接近 或者等同 或者接近 11 代的 Core i9 但是去年如果你买一部 11 代 Core i9 15000 了是不行的 是的 是的 那你说 哇 价钱好像浪高了 但是其实是不是真的贵了呢 如果你看 performance 来算 也不是的 即是如果你有心想着 买一部去年的 11 代 i9 够用 其实今年你可以考虑买 i5 我想买 i7 好些 是的 或者买 i7 因为 i7 和 i5 就生三千多元 一万七千多 是的 但是如果你看 performance 来说 其实 i5 呢 已经差不多等于 i9 那其实去年的 11 代 i9 相比 Ryzen 5900X 就不是相差那么远 其实有些位子就叮当码头 但是你看看就是说 今时今日的一部 12 代 Core i5 就算你落 DDR4 便宜点 DDR5 比较贵 其实都差不多等于去年的 Core i9 甚至乎等于 Ryzen 5900 那变了你在考虑砌一部电脑的时候 未必一定要追今日的 i9 你可以买今天 12 代 i5 或者 i7 其实我想对大部份人来说 都够用的 是的 好 下面还有一条表呢 好 接着有游戏啦 那我们看3D Mark 3D Mark的情况就会有少少不一样的 是的 有一样东西大家要留意 一样东西就是说 在整体整个 performance 里面 如果你是想 整个十二代发挥得好一点的时候 你有一样东西要配合的就是 你要用 Windows 11 一定要用 Windows 11 因为在 Windows 10 下面 因为今次的 CPU 它是有分 P Core 和 E Core 在 Windows 10 下面 它在派 Job 给 E Core 和 P Core 那个情况 就做得不是太好的 甚至乎有时候 它将多了的 Job 给多了 E Core 做 而 P Core 呢 但是呢 Windows 11 呢 就在 AMD 之前都出了新闻 就是在 Windows 11 下面 在 AMD 的 performance 是会有大约 15% 的下跌的 虽然 AMD 我们都收到一些 patch 的了 但是是不是去到百分之一百呢 都未是 都未是 都有少少的 discount 的 所以在这个分数来说 你会看到 AMD 相对 就 其实慢了下来 或者可能 跟 叫做是跟 十二代或者十一代 Intel 的 Core 那个 那个分别 是会拆了 大家在 Windows 11 下面 所以 出到来的分数 就会有少少的 落差 但是你会看 整体在这个游戏 performance 来说 在 Core i9 是有它那个优胜的地方 在这方面 是 Core i5 无论十一代好 十二代好 都会有一些 discount 但是你会看到就是说 Core i5 的十二代 亦都是会比 Core i9 的十一代好的 就是 其实去年你买一部最 top 的 Core i9 十一代 你打机呢 其实等你今天买一部 i5 已经可以了 但是可以看到的数 Single Thread 没什么好处 是啊 一粒没什么好处 但是它是 现在其实你看看 处理器也好 其实 都是 比较多CPU 一起做东西 其实 Multi Thread 会比较好处 就是你会看到它的 performance 其实你看 Apple 也是 M1 一个 Core 不快 无论M1 或M1 Max 差不多 但是 放多几粒 Core 一起做东西 Multi Thread 的时候 就差很远 可以是倍上去的 问题就是这些 Program 什么时候 转移到 Multi Thread 是的 那就看情况 但是 也是看到一件事 就是 在这个部分 AMD 是会提升上来的 快了的 但是如果你纯粹看 Intel 本身 自己的11代和12代的分别 亦都是 就是 你买部 i5 的12代 都等同 去年的i9 11代 是的 都会有这个分别 好 下面是不是还有一张图 下面很多表 下面很多表 都是看数字看些 是的 这个实际游戏表现 实际游戏表现 就很 很现实的 因为刚才都是一些PC Mark 或者3D Mark 那样 实际游戏表现 其实都很看回那只 Game 本身 就是很多人都说 我买来打机 当你实际 咦 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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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 好 techez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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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 反正这个版本设计去的时候 那你应该会会会会会 一定是要考虑将来的升级 一刻 你在扔多少钱 用多少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还有没有东西值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那Performance 都看了啦 表 我们看一下表 这个看了 下面应该 做事啦 Adobe 看看Adobe 那个 下回 死这个 那就 真是做事啦 做事就 如果Adobe 的 performance 一向是AMD 相对比较吃虧的地方 那就 双抄会更加重要 12900 是正的 如果你用来做photo editing 或者用来视频 是很明显 有一大截的优势 特别是 就算I5 都好 你会看到 I5 都赢了 I5 用 DDR5 和 DDR4 那个分别 在这里 那个分别是更加大的 就是I5 你看 I5 的 DDR4 和 DDR5 两者的落差 都挺大 当然你去到I9 更加快 但是 你说 I5 配 DDR5 是不是不行 其实不是的 OK的 你看 I5 你看 I5 那个RAM 才能够购买 好 下面是否看 有没有分数 Render 这个 3D Rendering 是的 在下面应该是温度 是的 我看温度 看有没有温度 其实大家都很关心 这个温度 功耗温度 那 这些I5 那个温度 这些温度不是 OK的 全充电器 那个恐怖一点 是的 全充电器 因为之前刚才说要预成300伙 给一粒CPU 我们现在试到全充电器 这些CPU 如果 I9 是18 92 都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但就未去到300伙 那你预算300伙给它 预算有个buffer位 你不是预算200伙给它 预算200伙给它 你100伙 差不多是全充电器 那你长时间就不太顶得顺 预算三分 一是合理的 但就不是代表它CPU 全充电器 是去到300伙 但是相对AMD 的情况 I9 是很夸张的 虽然它是快的 但其实 你是整部机 差不多一千伙 去着着电脑来用的时候 都挺夸张的 I5 真的是平衡很多的 相对这次 我自己觉得 就是价钱 Performance Power Consumption I5 是很多 当然有机会的话 因为今次Intel 提供了 I9 和I5 给我们 如果有机会试到I7 我也想看看I7 究竟会不会在中间的平衡点 拿得好一些 例如 Performance 接近I9 但有没有用电 要试一试 但你会看到 I9 真的是很夸张的 在Power Consumption 相对AMD差不多 一半又多 一半又多 很夸张的 很夸张的 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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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它在Idle 上 它是好夸张的 因为它Idle 的时候 它整个P Core 几乎是熄了的 就会省电 但是Full Load 的时候 就挺厉害的 而且你看Full Load 最基本的Full Load 都要400多伙电 或者500多伙电 比较厉害的 如果相对 你看相对AMD 不用300伙 那个差别很大 但你看看I5 就OK很多 200多伙 其实十一代是最吃电的 相对Performance 以Performance计 就是Power Consumption 除这个Performance计 十一代是最有问题的 这个也是去年AMD 为什么跑赢Intel 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AMD相对没那么厉害 但是 去年的Core i5 都409伙 去年的Core i9 就在517伙 所以今年的Core i9 都是叫做跌了下来 但其实都是厉害的 那就是 i5会合理一些 但是你说 今年是不是用电多了 其实就 你相对十一代 其实差不多 不是很大分别 i5就好跌了 对 i5就会很多 对 就是相对十一代 i9 其实就跟去年差不多 就没有什么 在这个 当然Core是多了 Core多了 但是耗电量 就不是说相差太远 但是Core i5 就明显有个进步 是的 好 有没有朋友的问题呢 暂时没有 不要紧了 其实我们 详细的报告 你可以看回 刚才我们PCM网页 其实下个星期 书呢 都会 还有详细一些 的介绍 还有再介绍 就是这几块底板 究竟有什么特别 可以留意我们网站 或者下个星期一出版的PCM周刊 如果大家对这个十二代Core的砌机 或者组合上面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在我们这条片下面留言 我们同事看了都会回答你 或者帮你试一些你想知道的 一些Benchmark 的东西 欢迎大家 告诉我们 你们的意见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详细大家可以看回我们的网站 好 到这里 拜拜